44年的守护新旧传承 持续扮演着守护通行者的角色 旧建英大桥8月7号拆除 这唤起了许多当地居民感念这44年来 用两位老师的牺牲 才换来的花莲西上第一座水泥桥 让当地居民更是舍不得旧桥的拆除 44年过去了 原本仅是一座用竹子搭建的便桥 在民国66年10月6号清晨 戴纳台风来袭时遭暴涨吸水冲毁 当时三星国小教师张健 邓玉英等人 为了协助学童到小上课 冒险以手牵手的方式 建议学童渡河的场景 至今永远烙印在当地族人的记忆中 这边的居民要出去购物也要过河 有了这座桥就变成很方便 这座桥通了以后 加上193县的开通 就变成整个我们这边三星部落 一直到加里东或者到米站的进出方便 因为当初中心桥还没有建 大家大部分都是走建英桥 建英桥已经完工通车 旧桥因为桥林老旧结构破损 凤林证公所计划将在8月7号起办理拆除作业 在为影响安全下保留东侧桥头两座桥台 设计成为纪念廊道 以纪念张建 邓玉英两位老师的英勇事迹 希望新建建英桥以后能整个带动观光产业 由于新桥跟193是连结 希望未来成为我们凤林证的另一个景点 把这个观光带入我们整个三星里 那每年的10月6号是我们张建老师 邓玉英老师的纪念日 那我们凤林证校正长目前已经积极在枕边周边的维护 那希望今年的10月6号纪念日能够扩大的隆重的集办 新建英大桥长960公尺宽9公尺 工程获得了2020国家卓越建设奖 最佳规划设计类金纸奖 第14届优良工程金安奖肯定 新建英大桥肩负起连结省道台9线 以及线道193线的功能 而这一次改建除了是拓宽桥面提升用路安全 在自行车道串联下 也希望能带动当地的观光发展 记者林杰 凤林镇采访报道